再来看到陆军5%炮尺部一辆雷霆2000火箭发射车 今天上午9点多在屏东九棚基地进行年度操演实弹射击时 油煤火箭没有完全发射 竟然在发射箱内迅燃 那么整车当场起火 索性发射下附近没有人员 所以无人受伤 而基地人员立刻灭火 目前军方已经停止演训了 要来调查事故原因 火箭发射没想到过没多久竟然卡弹 瞬间烟雾弥漫 整个基地伸手不见无止 眼见烟雾越来越大 火箭却继续一枚接一枚不断发射 陆军在屏东九棚基地进行年度雷霆操演实弹射击 没想到其中一枚火箭没有完全发射 发射车当场起火 二十日上午九点多 国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在屏东九棚基地进行年度雷霆操演实弹射击 一辆五八炮纸部所属雷霆两千火箭车 火箭弹不明原因没有离架 推进继续燃整车当场起火 所幸当时发射架附近没有人员 无人伤亡 军方立即灭火 停止操演 单位提一请及应变程序应处 并由中科院陆军成立专案小组离行噪音 对此军方将会进行调查 根据了解雷霆两千多管火箭是中科院为陆军研制增强陆军火力 二零一零年通过实弹测试投入量产 为何这次演训火箭没有离架 是意外还是人为疏失 恐怕得进一步厘清才能得知真相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道